現在我們就上了四號線列車 就這樣看動二號線去旁邊 他就來看自己拉 即是列車列車之間 讓我看了顯示顯示 現在看到在大站 其實它的廣播稿片都比較長 接著我們又要找出口 好了,很清楚 一至十步出口向左或右走 不太不要緊 還有圖給大家看 有了中英文 我們會去九號線 你覺得這次的攻略對於乘地鐵 即是如果有機會來手以乘地鐵 你是很有用的 尤其是很多人一落機 第一時間一定會去明洞 搶錢 這裏的兌換率相對來說 對港幣都可以對高一點 所以很多人都會第一時間來這裏兌搶錢 那如果由首爾即是仁川機場 搶過來又遠不遠呢? 其實也有段距離 一路搶一條機場快線 去到首爾站 然後再搶一個站 轉回這條四號線 就可以去到明洞 你覺得明洞在這裏兌換什麼地方 我們便會和大家介紹 出口 一路九號十號 它要走兩層 沒錯 它跟很多地點一樣 它都是全部只有樓梯 不知為何呢 是跟香港很不同的 香港為甚麼都有負手電梯向上 這裏是絕對訓練你腳骨力的地方 因為除了少數的站 是可以讓你搶 嘩 這一場底 兩千瓦 就可以讓你搶到這麼多個站 在首爾這裏搶地鐵 就算你搶一個站 它都是很少計 兩千二瓦 那大概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搶得多 反而其實還不划 相反 如果你搶的站比較少 我就建議你 不如大家 搶錢搶的士 可能更划 那的士跳標就會是三千瓦 然後就 跟香港一樣 可能不知幾多米 就會跳標 那這裏就會 每一百四十二米 就會跳標 一百瓦 好 好了 我們現在就去到明道了 嘩 第一件事 這裏 讓我去找一下 咪咪 看看這裏再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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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